圣经三分钟疫情下的感恩 我们在疫情上还需要感恩吗 我们面对这么大的困难还要感恩吗 我打开圣经就看到哥罗西书四章第二节这样写道 你们要横切祷告 在此警醒感恩 在此警醒感恩 昨天晚上是瑞典时间七点钟 也就是北京时间凌晨 我跟威尼我们都assign了我们教会的连续48小时的祷告的项目 就是我们在北京时间凌晨零点到一点 一点到二点是我们一起祷告 为整个国家为整个疫情的防控 为了武汉为了湖北北京上海全国各地 为了疫情的控制 为了上帝的手干预 能够帮助我们的国家 帮助我们的医生 特别为医疗人员第一线的医务人员跟很多已经患病的免于死亡之内 我们恳切祷告 那我们祷告是分开的 他在家里我就出去了 那我一路走一路祷告 一路走一路祷告 等我祷告了一个半小时回来之后 我就准备跟威尼坐下来一起祷告 最后半个小时期我们想一起祷告的时候 我就问祷告 我就问威尼 你要祷告什么 威尼想都没有想 就说 我祷告的是感恩 我一开口 我就发现是需要的是感恩 不断的感恩 为一切的感恩 为了疫情 虽然看起来很严重 但是是可控的要感恩 为了疫情 好像是像洪水满兽一样攻击而来 并且已经夺去了一些人的生命 但是我们要感谢上帝的是 在现在的情况下 我们国家还有这个能力 能够扛得住 能够经受住这样的疫情的考验 而感恩 我们为一线的医务人员 四面八方 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 赶到武汉 赶到湖北 为了武汉 湖北的疫情的灾难的防控 我们赶恩 他们甚至有一些 为了这个疫情的防控 付出了生命 我们也要感谢上帝 我们中国有这样优秀的医务人员 我们甚至是为了世界各地感恩 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WHO 还有其他国家德国也好 甚至也美国 都有医务人员 愿意赶到中国来帮助中国的疫情的救灾 我们为一切 我们现在国家还有这个资源跟能力 能够扛得住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甚至还有多一个两个礼拜的 这样控制疫情的努力 我们要感恩 我们也为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到今天 你我都还是健康的 我们要感恩 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 就是感恩的 格鲁西书四章二节 就是你们要横切祷告 我们是48小时 24小时 甚至更多的72小时 我们要横切不断地祷告 祷告当中什么 就是感恩的 而且我还想到了一个经文 是非常美的一个经文 就是西白书的12章28节 这样说到 所以你们都记得了 不能震动的国 就当感恩 我们的国是不能震动的 我们的上帝的国度 是不能震动的 中国也应当是不能震动的 你们就当感恩 照上帝所喜悦的 用见敬虔 敬畏的心来支付他 我们更当在这个意境当中 用敬虔 敬虔的心 来支付我们的神 你说对不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